大家好,我是杨月宁,我来自马六甲,我是一位单亲妈妈,在上个礼拜,我面对了这个关费的问题,要上这个法庭,是关于这个incontext的,关于我前夫的这个所得税的问题, 放信息后,我就要面对上法庭了,从那边,我的内心希望可以找出我的答案,我的内心的痛苦,我的内心的那种挣扎,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度过这个难关, 所以从Facebook那里,我看到这个孔雀冥王大法会,从那边我就接触这个孔雀冥王大法会, 我就接触这个张大师老师,我就从Youtube那边就念他那个经文,念了大概有两天,奇迹出现了,就是说,我念了过后,我就去面对,去找这个incontext department的律师, 我说,这个,这个方案我是不了解,我要怎样去解决我这个方案,造成我很压力, 所以这个官员就对我说,你心求我一定要面对这个法庭, 我说,我希望可以减轻这个问题啦,我不希望一波又一波来在我的生活里,造成到我很难过,很担忧,很压力, 自从我接触了这个孔雀冥王,这个法王,我从我的内心就可以发出那种, 很平静,去面对这个问题,所以星期四,我去见这个官员,我说,我真的是很压力,我不知道该怎么样, 然后在见了大概,呃, 唐晚,我要从这个incontext department的路途中回到家,很奇迹的出现,就是说,呃,这个incontext department的律师打电话给我, 说我的这个方案已经取消了,将是已经解决了,不用我再上法庭了,你懂我那种感受, 我真的是很奇迹的感恩这个孔雀冥王大金咒,造成我真的,那种阳光,发出那种阳光,那种能量,给我解决这个问题,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,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接触这个孔雀冥王大法,这个法会真的是很感动, 那种,那种想法可以解决到你内心的这种压力,把一些灾难解决了,真的是感恩, 假如有机会,大家来参加这个孔雀冥王大法会,这个是一个很慈悲的大法会,真的是感恩阿弥陀佛 那给他们亦会吧 受 Grad驒直接感恩啊,哈这个炼宥王大法士的到了老油, 感谢观看